好 在今天的旅游专题 我们要带您到台南一座种子博物馆 用武馆来体验台南 天啊 台南小吃实在是太难抗拒 一来就吃吃吃 但除了吃 台南还能怎么玩呢 我们要来请教好朋友 台南文史工作者王浩一 今天约你来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饭店 那不只是这个饭店 我想今天带你去看不一样的台南 台南西门市场这边曾经很繁荣 不过70年代没跟着经济起飞 后来落寞 包括这家饭店的前身 也几乎变成废墟 这个地方竟然坐落在五条岗 它本身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边缘 所以这整个的空间 我们想用一个五条岗的故事 跟这个建筑的设计做一个结合 包括我们后面所看到的 那就是很多人在路上 我们台湾看得到了铁窗 那刘国昌这个建筑师 就把它捡回来之后 重新给它巧思 而说到废物利用 这间藏在台南市闹区小巷子里的 种子博物馆 也是用同样的精神所盖的 馆长梁妈很珍惜自然资源 把过去从清洁队那边救回来的种子 收藏在这座台南的城市小绿洲 当你看到种子它的灰飘 还有各种行为 还有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那种飘逸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它掉满地被扫掉 你会很心疼 所以我就把它收藏 像种子我们拿来当口红 种子我们拿来做项链 做钻饰品 我一直希望说 除了让大家来欣赏我的种子以外 我也很需要小朋友去触摸一下 种子的感觉 还是触摸一下木头的感觉 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 触摸大自然的机会 太少太少了 来 这边触摸大自然的机会 包括制作献香 视听受处味的台南五感之旅 等着您来体验 民事新闻温柔 谢正琳 吴志宏 台南报道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